Hello 大家我是冰果 咱们现在已经看完了所有的品种了 红春若 冰粒 华伊芝 北盐挂粒 西盐挂粒 凤鸡桶 领风若 井冈红若 玉金球 唐夏红 飞纸笑 草莓粒 翠粒 翡翠 还有一些 还有几个没有命名的 我不知道 目前看来成活力最高的就是领风若跟井冈红若了 不过也还好新品种有成活了 就是红翠若 也叫美颜若 去年审订了 19年 今年审订了那个品种 上个星期我看到了 他们专家去评审吃了 叫纪美颜 纪美颜 这个品种应该是赞养所有 到时候问他们要一点芽条 或者冒名所这边 冒名水果集这边 要一点芽条 再来接一下 那个纪美颜是很铜的 也是比较大的 应该也是挺不错的 他们描述的时候 是新品种啊 上个星期刚审订了 如果想种的话 还是可以去这些地方找一下这个芽条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了 我们只能等九月份 没有成活了 只能等九月份了 九月份成活之后再过来 再过来嫁接这个荔枝了 这个没办法 现在成活力好低 龙眼就好 龙眼是蛮高的 龙眼应该有四五层 每一株都有很多 后面你之前 我现在还没统计龙眼了 荔枝这边我大概看了 大概也就二到三层左右 很低了 如果你们立志不着急 建议还是九月份你计调 计调之后 等到明年春节三到四夜再接吧 九月份紧到等它长小牙出来再嫁接 或者你九月份接也可以 等到三四夜就可以嫁接了 也可以接 反正双重保障嘛 大只也接 等到三四夜小时长起来再接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呢 咱们视频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